文章来源 New Talk 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2022年2月24日 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 遭到西方国家严厉制裁 俄国转向战时经济 并借由将石油廉价 卖给中国与印度维系收入 宣称西方制裁 并未对该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瑞典经济学家 艾斯伦德 Anders S. Land 稍早投书 报业新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指出俄国这套称不久了 著有俄罗斯的裙带资本主义 从市场经济到盗贼统治的 入境的瑞典经济学家 艾斯伦德指出 在侵略乌克兰 即将届满1000天之际 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金融 技术和人口障碍 比一般人所理解的更为严重 与克里姆林宫 试图让其他人相信的相反 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自2014年 第一次入侵乌克兰 占领克里米亚以来 便遭到西方制裁 2022年全面入侵后 受到的制裁更为严厉 尽管普京和他的亲信 夸耀制裁 让俄罗斯变得更强大 许多人也声称 制裁收效甚微 但艾斯伦德研判 目前的制裁 每年会削减GDP的2%至3 使俄罗斯陷入近乎停滞的境地 此外 对普京来说 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甚至可能阻碍 他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 乌克兰将军布达诺夫 Kirino Bildanov 9月14日 在基辅举行的 亚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 提出 该国军事情报部门 截获的俄罗斯文件 暗示克里姆林宫 处于经济原因 希望在2025年底求和 无论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为何 这种情况 都是有道理的 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金融 科技和人口障碍 比世人普遍理解的更为严峻 艾斯伦德指出 无论战场结果如何 俄罗斯都将是最大的输家 战争代价高昂 自2014年 非法占领乌克兰领土以来 俄罗斯经济平均每年 仅成长1% 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大国 俄罗斯经济中 唯一成长的部门 是军事和相关基础设施 国有公司以管理价格 向国家出售产品 经济的其他部分 充其量是持平的 艾斯伦德指出 俄罗斯的隐形通货膨胀 已经和苏联崩解前相似 这也显示 西方金融制裁的效果 远比许多观察家 想象的要有效 俄罗斯无法向国外借款 必须依靠税收和储备生存 自2022年2月以来 其一半的外汇储备 已被西方司法管辖区冻结 由于这些限制 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以来 2022至2024年 不得不将年度预算赤字 限制在GDP的2% 随着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1.9兆美元 此类赤字每年的成本 约为400亿美元 这意味着 明年国家储备将耗尽 尽管俄罗斯正在提高 个人和企业所得税 但这对停滞的经济 没有太大帮助 而且政府无法在国内 出售许多债券 西方技术制裁 也持续产生影响 俄罗斯不仅极度孤立 其受过良好教育的 年轻人的大规模移民 苏联市的镇压 以及普京的统治 也加剧了其技术落后 克里姆林宫 透过从中国 土耳其和中亚国家 购买受制裁的西方技术 成功缓解了最坏的影响 但西方 已透过二级制裁 逐渐关闭这些管道 俄罗斯的武器出口 也已经崩溃 因为该国自己 需要把这些武器 全部投入战场 克里姆林宫 甚至被迫 从较落后的 邻国北韩 进口炮弹 尽管俄罗斯的生产 仍在继续 但其武器 已被证明不合格 普京的士兵 也即将耗尽 美国估计 已有12万名 俄罗斯士兵死亡 并有18万名 俄罗斯士兵受伤 尽管普京刚下令 俄罗斯军队 必须增兵18万 但俄罗斯公布的 2.4%的失业率 显示其人力 已经严重受限 此外 鉴于仅2022年 就有超过100万 健康的俄罗斯人 逃离该国 许多人认为 普京不敢呼吁 再次进行大规模动员 艾斯伦德指出 考虑到所有隐性成本 俄罗斯今年可能会在战争上 花费约1900亿美元 即GDP的10% 考虑到西方金融制裁的限制 这个数字 可能代表了最高水准 每当俄罗斯 无法再为预算赤字提供资金时 该国就必须削减公共支出 而且 其非军事支出已经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 相较之下 乌克兰在对俄抗战 每年花费约1000亿美元 一半来自自己的预算 另一半来自国外捐赠的武器 西方可以透过扣押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 俄罗斯主权资产来获得这笔资金 帮助乌克兰抵御侵略者和恢复领土完整 這看来自身的预算 这看来自从预算